上課都有一個小考 除了今天之外 因為今天上一次沒有上到課 所以今天不會有小考 從下一次開始就會有小考 那怎麼考? 考生論題嗎? 沒有啦 沒有這麼殘忍 考選擇題 那課程說明的時候 說20題選擇題 口誤 講太快 是20分鐘考試 那總共有40題的選擇題 不會太難啦 你有耳朵有張開的話 基本上你看一次題目就知道 要選哪一個了 那我課程中也會 盡可能的幫各位同學複習 所以我會偶爾去點人說 欸 那個 你要選哪一個神 哪一個神 叫什麼名字 就是在幫同學複習 那你答得出來 你考試的時候一定就選得出來 大概是這樣 那一樣我們是8點10分 整點我們就 準時我們就發考卷 所以你能提早來 當然就提早來 那如果你晚來了兩三分鐘 你就是做到自己作答的時間 八點半 準時我們就收考卷 我們不會說 欸 因為你晚來了兩三分鐘 就多讓你寫兩三分鐘 抱歉不會 那如果最後有十次的小考成績的話 我們會劃掉你考最差的兩次 那選你比較好的八次 舉例而已啦 未必是十次我沒有算 那就是去掉你最差的兩次 再來做平均 再跟你的期中考跟期末考去平均 那期中跟期末就有深論題了 那不會太難啦 不會太難 基本上你只要寫出你的想法就可以了 那這考試的安排是 讓大家去檢視自己 學習的情況是怎樣 不是要拿來打擊各位 或是讓各位拿到考卷以後 去廁所躲起來哭 不是啦 那這不是考試的目的 那這個獨眼巨人 那複習一下 是誰在回家的路上 遇到獨眼巨人 搞不好會考 那這個笑得嘻嘻哈哈的女同學 欸 這個桌上有水廳的女同學 誰在回家的路上 遇到了獨眼巨人 他去打了那個特洛伊戰爭啊 結果回家的時候 他就 奧迪賽 你好像在罵髒話一樣 奧迪賽 奧德賽奧迪賽 都可以啦 眾音下的不好 就有點像罵髒話 那回家的時候路上這個 有點巨人 那他就用酒把他灌暈了嘛 這就是灌暈他的時候 他暈了 那大家要跑走 那這個是誰呢 一樣是那個奧迪賽的人 你猜猜看 這個是誰 判斷的依據 你可以看到 這邊有一隻豬 你看有沒有一隻豬 被畫出來了 不知道 卡里普索 卡里普索 他吃了他的酒 吃了他的食物的士兵 都變成了豬 那要怎麼回復 要怎麼回復 吃茉莉草 茉莉草 才可以回復 這個是經過了一個 兩個字的那個怪物的海域 哪兩個字呢 這個 這個同學 哪兩個字呢 厲害厲害 這個同學趴著我想說他睡著了 沒有耳朵是有在聽的 厲害厲害 賽任的海域 可以看到 這一些士兵 耳朵都被誤住了 那這個奧迪賽 他 就不信邪 他就是想聽 這個好奇心太強 他就叫人家把他 綁在這個木頭上 那他就是死妖兵 還好最後讓他逃過了 那沒有因此而明昂 那這就是吃了阿波羅的牛以後 那宙斯就命令他的哥哥 海森波塞東 那去把他們的船翻了 那判斷的依據是什麼 王同學再幫我呼吸一下 三叉 三叉集 那同時他出現在海上 這個 這個就是他在 最後一個待了七年的那個美女的島 在美女的島上 那跟這個美女過著一段 非常快樂的日子 那我相信他剛開始是快樂的啦 那最後可能深厭的 才跟他的那個美女小三說 欸我想我的太太 我想要回去找我的破捏羅伯 那這個就是破捏羅伯 我用白板筆的 這個就是破捏羅伯 那旁邊有很多的求歡者 總共有108個 那都不懷好意 他們不是喜歡破捏羅伯這個人 他是因為破捏羅伯是伊薩卡的皇后 那他的老公 就是伊薩卡的國王出去打仗 萬一死掉了 那伊薩卡 所後來跟他結婚的那個男生 就可以變成伊薩卡的國王 這108個貴族所圖的就是那個王位 他並不是真的喜歡破捏羅伯這個人 最後108個人就被破捏羅伯還有回來的奧迪賽 一起殺死人 那始終還沒有講到希臘的起源 歐洲的起源 怎麼來的呢 我們只講到神被確立了 奧林P13世紀被確立了 確立了一個好色的主神 奧斯 那奧斯不僅僅跟女神 很多的女神發生關係 他開始把眼光看向人間的漂亮的女神 看向人間的正妹 那第一個看到的是誰 是斐尼基王國的歐羅伯公主 斐尼基在哪裡 在這裡 這一塊古時候叫斐尼基王國 是一個非常強盛的國家 它的地域非常的遼闊 商業非常的發達 大概就是今天的以色列 那個敘利亞的地方 古時候是斐尼基王國的所在地 那這一個奧斯 看到斐尼基國王歐羅伯 哇好正啊 他想要調戲他 但他知道他是公主 公主很難搞 他是變成王子的樣子 那要去追這個歐羅伯公主 就很痛苦了 每天送早餐 晚上送宵夜 這樣要拔多久 拔不知道不知道 所以他很聰明 他就說那我變成小動物 或是大動物 他就變成一隻牛 牛不算小動物 他就變成一隻牛 那去跟那個歐羅伯玩 那這個公主對男生很有戒心 可是對動物就沒有戒心 他就覺得這牛好可愛 他有人性 還會跟他玩這樣撒嬌 玩玩玩的過程 他發現一隻牛怪怪的 怎麼都觸碰他比較敏感的部位 他開始覺得奇怪的時候 這隻牛一頂 把他頂到牛背的身上 一路向海衝 衝衝衝衝衝衝 然後歐羅伯旁邊 都是他的水蟲 他們想說 啊公主被牛 那個 那個叫什麼 綁架了 可是那個 仆人怎麼追 他追不到海上 可是這隻牛是宙斯變的 他有神力 他在海上跑 一直跑 跑到了克里特島 才停下來 那這公主的敏感帶 已經在這個島 在這個飛機的時候就被觸碰到 又一路顛破到克里特島 其實歐羅伯公主的情欲已經大發了 那這時候公牛 宙斯很聰明 獻出他的原型 帥氣的臉龐 健壯的身體 那這時候 歐羅伯公主也受不了了 他們就動防 在克里特島上動防 那生出了三個小孩子 其中一個叫做米洛安 就成為了希臘第一個文明的創造者 也是歐洲第一個文明的創造者 那個剛剛說歐羅伯 這個選海倫的男同學 請問歐洲的英文怎麼拼 這很簡單吧 剛剛拼的亞洲現在拼歐洲 拼不出來 這樣不行 那你後面那位女同學 歐洲的英文怎麼拼 也不知道 怎麼可能 是不想李老師 所以敷衍就說不知道 這樣子 歐洲的英文是 E-U-R-O-P-E 那歐羅伯的 歐羅伯怎麼拼 歐羅伯 E-U-R-O-P-A 這個西歐文 翻成英文 實際上這兩個就是同一個字 唸E-U-R-O-P-E-U-R-O-P-Eohn 唸的比較 比創 的比較 比創口音比較重 通 про歐羅伯 歐羅伯 歐羅伯 西方人 非常相信這樣的神話故事 他們真心的覺得 他們的文化起源 就是從歐羅伯公主開始 所以他們就用這個公主的名字 去命名自己所在的地方 歐洲的命名就是從本基公主歐羅巴來的 剛剛提到他生了三個小孩叫米洛安 我看一下圖片 米洛安 米洛安就是3000年到公元1200年前 這段時間文明的創始者 那看一下文藝復興時期提香的作品 那他畫的是什麼 就畫的就是變成了牛的咒絲 那他把這個歐羅巴公主綁架了 可是再叫一下畫布 我們說克里特島在這邊 斐尼基島在這邊 應該是要往這個方向跑才對 可是這個牛 跑的是這個方向 這是西方繪畫史上視覺圓履的一種運用 那我們的英文是怎麼讀的 是從左邊讀到右邊 所以當他們去安排一個時間的進程 往這個方向走的時候 就是順著時間去走 那只有當他要表現出這個行為是 是比較往回走的 他才會把頭面向一個方向 那少部分的例子 他會照著地理的方向去走 大部分的例子 他都是照著那個閱讀的視覺圓履 把他往右邊去跑 可以看到也是往右邊去跑 那這就是歐羅巴馬 這個就是歐羅巴馬 那這個是少部分的例子 是照著地理的東西方向去安排畫面 少部分是這樣安排 大部分還是向著右邊去行進 那他們生了三個小孩 也不是剛開始就決定米洛安去當這個王朝的繼承者 生了三個小孩 這個米洛安比較有企圖性 他就去求海神波塞東 這克里特島上面有很多牛 那所以奧德塞在回家的路上 經過的一個島上都是牛 阿波羅的牛的那個島 就是這個克里特島 那米洛安發現說 這個島上很多牛是以牛為尊的 可是這些牛都是咖啡色的正常顏色的 他想說要是我可以得到一隻白色的純白的牛 那就可以證明我是神派來統治這個地區的人 他就可以跟這個地區的人說 你看這隻白牛 這個是神給我的 神就是要來我統治這個克里特島 於是他就跟海神波塞東求說 波塞東阿 不然你給我那個一隻白色的牛好不好 那我確立了我的地位以後 我會再把這個牛還給你 那我給你一個獻祭 那波塞東說好阿 反正給你一隻牛 我法例變一下就好 你還會還我嗎 還會有給我的一些祭典 一些儀式 我很開心 我就見你一頭牛 純白的 那頭牛就叫克里特公牛 克里特公牛是一個專有名詞 指的就是一隻純白的牛 那這米洛安利用了這個克里特公牛 很容易的得到了他的統治權之後 他捨不得把這隻純白的牛還給海神波塞東 他想要佔為基友 那他就隨便找了一隻咖啡色的牛 用石灰粉把它噗噗噗噗 噗成白色的要還給波塞東 那波塞東也是也不是笨蛋 他一看就知道這牛是假的嘛 他就很生氣說我不要了 那就走了 那米洛安想說好吧 那好像也沒什麼懲罰嘛 他想說就沒事了 可是過了幾年 波塞東給他的報應漸漸的開始產生了變化 他的妻子帕西准 他發現他的妻子帕西准 行為開始怪怪的 好像愛上的那頭克里特公牛 那頭白色的牛 那這樣的帕西准一個人 對牛的喜歡越來越深 升到最後 帕西准想要跟這個克里特公牛刑法 就刑周公之理 但是帕西准種血 他種了波塞東的血 那克里特公牛沒有種血 所以克里特公牛還是喜歡牛 他不喜歡人 那這帕西准怎麼辦呢 他就把自己裝扮成一隻牛 那克里特公牛可能腦筋也不太好 就誤認為帕西准真的是一頭牛 就跟他刑訪了 刑訪了以後帕西准又懷孕了 那最後生出來的就是一個半人半牛的怪物 你知道米洛陶洛斯 而米洛安不知道 這個怪物是克里特公牛跟他的妻子帕西准生的 他還以為是自己生下來 然後只是受到波塞東的主重 所以他還是非常疼愛這個半人半牛的怪物 米洛陶洛斯 小時候的時候很可愛 餵他吃蔬菜 他就吃蔬菜 餵他吃豬肉 那這個怪物就吃豬肉 可是長 很可愛 摸摸摸 可是長大了以後 這個性情越來越殘暴 給他吃蔬菜 他就打掉不吃了 給他吃豬肉打掉也不吃了 他只要吃人 那這怎麼辦呢 米洛安就很驚慌 怎麼辦他只吃人 那還得了 那於是他就請那時候的 克里特島上的工程師叫戴達羅斯 建了一個迷宮 就叫戴達羅斯迷宮 那這個迷宮是 關米洛陶洛斯的 就把那個米洛斯 陶洛斯關在中間 那以後 要給他吃食物 就把這個人逼走進去這個迷宮 那這個迷宮 進得去 出不來 所以送進去的人 就被米洛陶洛斯吃掉了 那可是他不能送自己本島 克里特島的人去給他吃 吃久了以後 人民會對他失去信心 那他就想到 我們對希臘本島的戰爭 總是贏的 那我們就請希臘本島的人 每年都送七個同男 跟七個同女 來獻祭 米洛陶洛斯 於是成為了一個儀式 希臘本島 那時候以 雅典為首的城邦 就對克里特島 言聽計從 每年都送七個同男 七個同女 來給餵死這個米洛陶洛斯 直到提修斯 他是雅典的一個王子 他說父皇這樣不行 讓我去 讓我去假扮成其中一個 要讓米洛陶洛斯吃掉的 那個 的男生吧 獻祭品 那我趁機把他殺掉 以後我們就不用再受這樣的屈辱 那國王說好啊 不然你試試看 那你小心 我給你一艘船跟一些水手 這艘船就叫提修斯之舟 那提修斯之舟 他父皇告訴他說 你回來的時候 如果成功殺掉了米洛陶洛斯 你就把你船上的旗子換成黑色 我在海邊等你 我看到黑色 我就知道啊 成功了 那我的慶典就會盛大的歡迎你回來 那如果你失敗了 就請你的船員把那個旗子 換成白色的 他就知道失敗了 那這些慶典就不要舉行了 因為提修斯就是死在米洛陶洛斯口下了 那王子死了不肯舉辦慶典 那提修斯就知道 那父皇我就去了 那去了以後 獻祭的前一個晚上 那個米洛安要舉到一個盛大的慶典 幫這些明天要獻祭的親男妻女晉升 那在晉升的時候 阿里阿德涅 也就是米洛安的女兒 煞到了這個提修斯 哇這個獻祭的人怎麼長那麼帥呢 那喜歡上了這個提修斯 那提修斯看到祭台上高高的 穿著很漂亮的公主阿里阿德涅 那也煞到他了 那兩個人就沒來遠去 沒來遠去 結果阿德涅在晚上 偷偷地潛入那個牢房 跟提修斯說 那我這裡有一把刀 你用這個刀 明天就可以殺死米洛陶洛斯 那我這裡有一個線球 因為你進去那個 戴達羅斯迷宮以後 你想必一定出不來 那進去之前 你就把這個線團綁在路口 牽著線團進去 你殺完米洛陶洛斯以後 你就拉著這個線條 你就可以出來了 那隔一天很順利的 米洛陶洛斯就被提修斯幹掉了 他就沿著這個線團出來以後 跟阿里阿德涅說 你跟我走吧 失奔我們回亞典 我們回希臘本島 我們克里特島 我們待不下去了 阿里阿涅很高興的 就跟他一起跳上提修斯之州 那要準備回到希臘本島 沒想到在半路上船搖啊搖啊 阿里阿德涅暈船了 暈得很嚴重 最後吐了一堆東西 最後被自己嘔吐也死 死掉了 死在船上 那提修斯很傷心 傷心至於他原本掛著黑旗 他想到他們國家白色就是不好 傷心的意思 他就把旗子又換成白色 因為他的愛人阿里阿嘅死掉了 當這個船快要靠到岸的時候 他的旗子是白色 他的國王看到了白色旗子的提修斯之州 以為他的兒子也被米洛陶洛斯吃掉 以為任務失敗了 傷心至於 這個國王就跳崖至近了 在那個所有歡迎的樂隊的人名之前 跳崖至近了 那個國王叫做愛琴 希臘文應該好跟愛琴很相近 那他跳的那個海域 後來的歐洲人就把他稱為愛琴海 那這是叫一下畫筆 這是克里特島 那他回到這個島上的時候 他的父皇就在這裡跳了海 所以這一面海域 他們就把他叫為愛琴海 那這個提修斯之州 後來被保存下來了 變成一個很有趣的哲學問題 你今天還有同學去念哲學系的話 你可以去問問看他提修斯之州 他可能會很訝異說 你怎麼知道提修斯之州 那提修斯之州講的是什麼 當然是這一艘船最後被保留在阿提卡半島上 那只要他壞了哪一塊木頭 那工人就把那塊木頭拆下來 換一塊新的上去 這一塊又壞了 就拆下來 換一塊新的下去 那船帆壞了 船帆拆下來 換一塊新的上去 那到最後 這一個船整艘都被換成新的部件了 那人們就問說 那這一艘提修斯之州 還是原本那一艘提修斯之州 有點抽象 那你可以想像 好像這位同學以後 有了一個正妹女朋友 那結婚了 結婚老了 這個正妹老了六七十歲的時候 所有內張都壞掉了 那肝臟壞了 他就用幹細胞培脂在牛的身上培養一個肝 把他的肝換掉 那肺也壞掉了 他在牛的身上培養一個肺 把肺也換掉 最後皮膚不好 皮膚也換掉 那頭腦的腦神經短促了 他也換一個腦神經 那把他記憶體從中輸入 那這樣一個全身都換過的女生 你還覺得她是你原本的太太嗎 你還覺得她是嗎 還是算是喔 所以是蠻開心得到一個全新的太太這樣 你可以去有遇到 有遇到念哲學系的同學 你可以跟他問問看這個問題 所以他會有不同的回答 那就在克里特島由盛轉出來的同時 這個婆諾奔尼薩半島還有一個文明 正漸漸的產生 要邁向他的頂峰 我們叫做麥希尼王國 耳朵尖的同學可能會想到說 麥希尼好熟啊 不就是剛才那個攻打特洛伊的聯軍統領 阿卡門隆所屬的麥希尼王國嗎 沒有發出喔喔的聲音 表示大家都沒有 都沒有記得 阿卡門隆就是這個麥希尼王國的 麥希尼王國的人 沒有關係你現在知道了 但阿卡門隆打敗了特洛伊以後怎麼辦 他原本出聯軍去幫他的弟弟 那個莫尼阿勒斯去攻打這個特洛伊的時候 他就心懷不軌 他是想要統治特洛伊地方 變成愛青海的王 不僅僅是波羅奔尼薩 麥希尼王國的王 他想要統治整個愛青海 那麥希尼他去了特洛伊打了十年之後 發現這特洛伊的土地很平級 種不出什麼有錢的經濟產物 有種不出什麼稻米 那也沒什麼礦產 唯一的有的就是漂亮的女生特別多 那我也不要統治這個特洛伊地方了 我就把漂亮的女生搜刮帶回去 那在特洛伊戰爭開靶出發前 阿卡門隆曾經為了祈求這個戰爭的順利 他把他的女兒獻祭給他們的神阿爾泰密斯 他獻祭可以選他的子民 選他的不認識的人就隨便跳一個就好 可是他求好心切 他想要打贏這場戰爭 他就把自己的女兒 親生女兒拿去獻祭 那當然他的太太是非常的不諒解 所以阿卡門隆的軍隊一離開波羅奔尼薩半島以後 他的太太就開始搞婚外情 搞婚外情 他希望他的阿卡門隆丈夫在特洛伊戰死了 那他跟他的情婦 情婦就可以統治成為新的麥西尼歐國 但沒想到阿卡門隆居然戰勝了 還帶了小老婆回來 所以那個太太非常的生氣 他就在麥西尼的衛城獅子們 叫一下油光筆 麥西尼衛城 向南方的進口處是一個獅子們 他就在獅子們買下了伏兵 在阿卡門隆的軍隊浩浩蕩蕩蕩地回到這個衛城的時候 就在獅子們被他的情夫跟他的太太刺殺了 死在這裡 死在獅子們 而獅子們的南方大概17公里處有一個太利安城堡 誕生了一個應該說孕育了一個西方神話史上很重要的人物叫海利克斯 那他的希臘文就有兩種拼法 那翻成中文的時候就更複雜 有叫賀考利斯 有叫賀克勒斯 有叫賀克勒斯 有叫海利克斯 非常複雜 所以如果同學去找這方面的資料 音進的時候你就要特別注意 那我覺得翻海利克斯是翻得最好的 可是他的使用率不高 因為海利克斯一聽起來力氣就很大 那這個海利克斯是西方神話中大力審 那個大力審是怎麼來的 也跟宙斯有關 那宙斯兼營歐洛巴公主以後還不過癮 他看到底比斯王后也很漂亮 那他就假扮成底比斯國王的樣子 化身成底比斯國王的樣子 那就去跟底比斯王后發生了關係 那發生了關係 當天底比斯國王就打了腎臟從國外回來 打了腎臟很開心 看到王后更開心 那又跟王后發生了關係 所以當天有兩個精子 一個是宙斯的精子 一個是底比斯國王的精子 同時進入底比斯王后 於是他的肚子裡 於是他就懷了雙胞胎 那這個雙胞胎那個宙斯 也知道有這個現象 知道有這個事件 他就下了一道神譽說 那個底比斯王后先出生的那個兒子 就會變成麥希尼的國王 偉大的統治者 那他的希望是海利克斯先出生 因為海利克斯是他的種 他的小孩 也是先授金的那一顆精子 可是他的老婆希拉 知道了這件事情 他想說 我的老公不但搞婚外情 還想要他的私生子變成 強大麥奇尼國的繼承者 他絕對不允許這樣的事情發生 那就在底比斯王后要出生的時候 他就偷拉了那個海利克斯的臍帶 勒住他的脖子 讓他比較晚出生 那他的早出生的就變成他的軟身哥哥 歐里斯托斯 就先出生了 那海利克斯出生以後 希拉又下了一道神譽給底比斯國 說你這個後出生的小孩 海利克斯 是宙斯的私生子 那我希拉很生氣 你要是把這個私生子 留在你們底比斯王國以後 我就會讓你們底比斯王國 過得非常痛苦 那這個王后很擔心啊 他想說 反正我已經有一個 一個兒子歐律斯後世了 那這個海利克斯 又是神的眼中盯 不能把他放逐 就把他放逐在太利安城堡 趁著他們出口的時候到了太利安城堡 那個媽媽就很心的把他的海利克斯 丟在城堡附近的草原就走了 那好巧不巧 宙斯、希拉、雅典娜 他們三個雲遊四海 剛好雲遊到太利安城堡附近 那希拉雖然知道海利克斯這個嬰兒 但他從來沒有看過 他不知道他眼前經過看到這個可愛的小孩 就是海利克斯 他以為就是一個普通的小孩 他就把他拿起來拔玩一下 母性的光輝出來了 拔玩一下 那這個小孩子一直哭啊 一直哇哇叫 雅典娜就說 他一定是肚子餓了 不然母后雅典娜是那個 宙斯的女兒 可是他不是希拉生的 不過他一直叫他母后 他說母后不然你就餵他吃奶吧 你看他哭成這樣子 一定是餓壞的 那希拉就說 好啊那給他吃個奶 也沒有什麼關係 於是就開始哺乳 那這個海利克斯 原本就有宙斯的血統 原本力氣就大 那他這一下子又吃到了希拉的奶 瞬間就變成大利神 那大利神的力量咬痛了希拉 於是希拉一把把他推開 那個乳汁噴出來 變成牛奶的英文怎麼拼 我打這個差點 N I L 牛奶 變成形容詞 Muky 味是道路嘛 就是那個希拉 魯汁射出來的那個名詞 Muky味 所以希拉人覺得他射出來的母子 最後變成了銀河 銀河是這麼由來的 你會說老師你誇我 真的嗎 那我們到那個 Google上面查查看 Muky味 然後按一下圖片 搜尋 出來就是銀河 那西方人把這樣的事情 根深蒂固的去相信他們的典故 就把那個銀河命名成Muky味 那Muky味的由來就是 海利克斯吸了希拉的奶 那在這個海利克斯吸了希拉的奶的一瞬間 希拉就懂了 啊 這個小孩就是 宙斯跟迪比斯往後的私生子 他氣得不行 馬上回到天上 那宙斯跟雅典娜就醉上去了 說你不要生氣 你不要生氣嘛 那希拉當然是怒不可赫 他派了兩隻蛇 要去把 在地上的那個嬰兒 赫利克斯咬死 趁他還是小嬰兒的時候 派毒蛇把他咬死 然後那海利克斯吸了希拉的奶 力量特別大 還把這兩隻毒蛇 嚇死了 死掉了 這時候 海利克斯漸漸的長大 他回到了迪比斯 他原本是迪比斯的 迪比斯國的人 他回到了迪比斯 那時候歐利斯特斯 沒有當迪比斯國的王 他已經離開了迪比斯 到麥犀尼 當上了麥犀尼的王 所以迪比斯沒有王 受到了一些外國的侵害 海利克斯就幫助迪比斯的部隊 打敗了那些入侵的軍隊 最後成為迪比斯的國王 娶了迪比斯的王后 那生了三個白白胖胖胖的小孩子 以為幸福快樂的日子 就要來到了 沒想到這時候希拉想起來了 我那時候很多年前 要整一個海利克斯的人 不知道他死掉了沒 那他就關注一下海利克斯的境況 發現他過了無比幸福 那敵人過了無比幸福 自己就非常的痛苦 他就用神力讓那個海利克斯 發酒瘋喝醉了 那喝醉了就把他的太太皇后殺死 也把他三個小孩殺死 等他酒醒的時候 發現自己犯下了殺害小孩子 殺害太太的大罪 就是他放逐了自己 讓自己離開了迪比斯 那放逐的過程中 他到了德爾菲 德爾菲是希臘阿波羅神殿的所在地 那所有的人遇到問題 他都去德爾菲問阿波羅 就像我們可能遇到問題 我們就去求行天公 那那個德爾菲的阿波羅神殿 就像我們的行天公一樣 那這個海利克斯就去行天公 問那個阿波羅 那阿波羅就說 那你因為你殺的都是迪比斯的人 迪比斯家族的人 那現在迪比斯家族裡面 唯一還存活的 那最有勢力的就是歐利斯托斯 你要去問歐利斯托斯 怎樣才能原諒你 那海利克斯就找到歐利斯托斯說 我要怎麼做 你才能原諒我 殺害了這麼多迪比斯人的罪 那歐利斯托斯就說 好我給你12項任務 你完成了我就原諒你 於是他就去完成這12項任務 第一項任務就是殺掉 莫念瓦的獅子 那這莫念瓦的獅子被他殺掉以後 上身就變成了獅子座 有沒有獅子座的同學 在座有獅子座的同學嗎 沒有 獅子座是幾號到幾號 不太確定 獅子座是幾號到幾號 你知道嗎 不知道 好吧沒有關係 那他殺了這個獅子 莫念瓦的獅子以後 把莫念瓦的獅皮套在自己身上 所以以後你們如果去博物館 美術館看到有一個巨人 利大巫窮的巨人披著獅子的皮 你就可以知道他畫的就是海力克斯 那後來再去殺第二個九頭蛇的時候 希拉又派了一隻巨蟹去干擾他的作戰 那這巨蟹也被海力克斯殺掉 那這巨蟹後來就上陣到天上 變成了巨蟹座 所以十二個星座中有兩個 跟海力克斯有關係 可以想見他在神話故事中的重要性 那最後他把十二個任務都完成 以後他去問歐利斯托斯說 我十個任務都完成了 你要原諒我了嗎 你要代表迪比斯國家來原諒我了嗎 那其實歐利斯托斯沒有這樣的打算 他本來就是想要整他的弟弟而已 那那個海力克斯發現了 他只是被玩弄了 非常的生氣 殺了一票賣行李的人 然後自己就離開了 離開後來他度過了第二段婚姻 又到了第三段婚姻 第二段婚姻也很慘啦 就被那個 第二個太太當作奴隸一樣 使喚來使喚去 那第二個太太實際上就是不喜歡他了 因為也受到了希臘的詛咒 那後來遇到第三個太太 那個太太很喜歡他 喜歡到最後反而害了他 那這海力克斯也很喜歡這個太太 有一天他們在遊歷各處的時候 沒想到誤闖到民間 殺掉了 就是地府的那個民間 那他要回到人間的話 要經過一個民河 那民河人不能走 他必須有一個半人半馬的生物 去把你帶移動 渡過那個民河才可以 那這個半人半馬 不是後來的射手座啦 射手座跟這個半人半馬沒有關係 可是這個半人半馬很好色 他在載他的太太 第三任太太過民河的時候 對他的太太毛手毛腳的 那站在岸邊的海力克斯看到了非常生氣 就拿起他的橄欖樹座的狼牙棒 一棒甩過去 打中了那個半人半馬的頭 那這個半人半馬 流了很多血 眼看就要死掉了 可是他還是想對海力克斯復仇 他沒有辦法復仇 他就跟他背上的那個 海力克斯的太太說 你把沾有我的血的衣服 讓你最心愛的人穿上 穿上以後 那一個你心愛的人 就會對你自死不欲 永遠不會背叛你 那這個太太很愛海力克斯 他相信了這樣的話 他希望他的老公 永遠愛他 不要背叛他 於是他上了愛以後 就把那一件 沾有半人半馬血的衣服 讓海力克斯穿上 那沒想到他的血是毒藥 這一穿上脫不下來 他的血不斷的侵蝕海力克斯 就海力克斯就在痛苦中死亡 是在明河的岸邊 那海力克斯有三任太太 除了第一任太太生的三個小孩 被自己殺掉之外 其他還有很多的小子士 那子士知道自己海力克斯 祖先的蠶死 世世代代對麥犀尼王國發動戰爭 那大多以失敗告終 過了好幾代好幾代 好幾百年以後 有一代聯合了北方的 多利亞民族入侵南方 那終於把麥犀尼王國滅掉了 那講到這邊 同學會覺得 老師你講的都是神話 到底是真的發生過 還是假的發生過 那我們再來請同學回答 桌上有水平 你覺得這些事真的發生過還是 假的 絕對沒有這樣的事情 絕對沒有 好這個問題 也煩惱了西方人兩千年的時間 總共兩千年的時間 最後謎團在十九世紀 被這個蘇利曼德國富商解答了 那這個蘇利曼德國富商做什麼事 他很年輕就賺了一大筆錢 他說這個錢我活三十輩子我也活不完 那我開始要解答這個疑惑 從小困惑他的疑惑 他從小時候就很喜歡讀河馬的史詩 喜歡讀赫西爾德的神譜 他就照著赫西爾德的神譜上 所在發生的位置 河馬史詩發生的位置 特洛伊城克里特島麥西尼王國去挖 最後被他挖出了特洛伊城的遺址 被他挖出了克洛斯王公 就是克里特島上面那個王公的遺址 還有麥西尼王國的遺址 還挖出了阿卡門隆打戰的時候 戴著金面具 這個是克里特島上挖出了克洛斯的王公 跟那個第二代天神名字很相近 但沒有關係 那這個是那個王公 正面的樣子 這是挖出來以後 他把整體做一個模型的復原圖 完整的復原圖是這個樣子 那這個是什麼 那個剛才不相信真的有這個事件的女同學 這個是什麼 戴達羅斯尼公 關著米洛陶洛斯在中間 那入口在這邊 你進去以後出得來嗎 出得來嗎 這是世界目前歸納的七大尼公之一 那這個是挖出來的一個磚塊上有這樣的紋路 可能就是那時候戴達羅斯施工的時候 就按照這個磚塊去施工 這個是巴黎西南方 有一個沙特爾城市 有一個沙特爾教堂 那他就把這個民工鋪在他的 那原就是造一個一樣的鋪在他的地板上 讓去參觀的民眾可以自己走走看 看他能不能走到中間 那走到中間殺了一個牛之後 能不能走出來 蠻有趣的 這個是什麼面具 剛才有提到 我們請 這個 那個 那個女同學 這樣的那個女同學 這個是 什麼面具 不知道 那四個字 那四個字 阿叉門叉 麥歇尼國王阿卡門隆的黃金面具 在十九世紀被挖出來 那可是經過五六十年後 才有 那碳元素的測定 測定 發現 其實他不是阿卡門隆那個年代 是比阿卡門隆更早的 麥歇尼國王 戴的黃金面具 但因為 西方人已經叫這個面具 叫了好幾十年了 都叫他阿卡門隆黃金面具 所以即便後來證實 他不是阿卡門隆的代文 我們今天仍然稱他為 阿卡門隆黃金面具 所以以後如果 你在圖片上有看到 這個面具 你就知道 這是阿卡門隆面具 那三六三七是什麼 他要搭配 下面那個 左下角的七號使用的 我們問 這個 問女同學會比較知道 這個男同學居然知道 是假睫毛 很好 這個就是 那個時候 有祭典 有儀式的時候 要佩戴的假睫毛 那台灣的女生 配戴的假睫毛習慣 哪裡來的 可能就是 從日本雜誌上學來的 那日本雜誌 日日本的女生 配戴假睫毛 從哪裡學來 那是學美國的 那美國製造了 假睫毛的商人 他的idea從哪裡來的 他的研發人員 或是他的老闆 idea從哪裡來的 很可能就是 有一天讀到了 歷史上 有這種假睫毛的配件 那他在這樣的基礎上 嘗試著把它改造 符合今天的審美觀 試試看 推出市場 就成功了 那如果他完全沒有改造 直接把這個 36371510的 拿出來賣 我想是 同學應該不會買吧 這個男同學 你會買來帶嗎 你剛剛猶豫了 是不是想帶啊 如果不想帶 應該馬上都還不會啊 那時候你還想了一下 好 那個人只好 如果有帶也是沒有關係 那這就是 這就是 阿卡門隆被刺殺的獅子們 那同學又說 老是你騙我拿來的獅子 那他的頭是黃金做的 所以打仗的時候 那個黃金比較值錢 獅子頭就被搶走了 所以剩下兩個獅子的身體 那他是叫獅子們 這個 這個是 泰利安城堡的遺址 泰利安 複習一下 泰利安剛才哪一個人物 是跟泰利安城堡有關係的 那個會同學 是海利克斯 剛剛講完 海利克斯 怎麼樣 咬了希拉的奶頭 噴出了銀河 這樣 原這樣 這個 就是在畫 海利克斯 在吸到 希拉的 乳汁的一瞬間 變成大力神 咬痛了希拉的 乳房的時候 那那個 muky way 被噴射出來 那這畫的是哪一個典故 刁的是哪一個典故 一樣這個會同學 那個阿 天后派兩隻蛇去咬他 他把蛇掐死 很好 為什麼只有一隻 一隻應該還沒來吧 也可以 總是有一個解釋 對啊 另外一隻飛的比較慢還沒到 少講了一個典故 這是畫海利克斯 拉菲爾畫的 拉菲爾在藝術史上是一個很特別的人 他是4月6號生的 那他也是4月6號時的 那老師很喜歡讀藝術史 就發現 就是人緣好的畫家 常常會在生日前幾天死掉 要不然就是生日當天死掉 那史書上沒有記載 我就隨便自己推敲 因為發現人緣不好的 就不會在生日前幾天死掉 只有人緣好的會 那我就想說 啊應該是 人好的 在生日當天都有Party 那這些畫家很紅 他要委託他製作的案件很多 他希望好好的參加那個Party 所以在生日前 就瘋狂的趕稿 那趕比較不好的 就熬不到生日當天 就在生日前幾天 就受不了就死掉了 那像拉菲爾 趕比較好 那他就趕完了這些稿 參加了生日派對 那通通happy完了 最後才死 所以他就是 4月6號生 那4月6號死了 那他畫的這幅畫是 下面那個是海利克斯 那他有一個典故就是 海利克斯在太利安城堡附近的草原 長大成人以後 他整天無所事事 因為那陣子希拉沒有搞他 他也不知道要幹嘛 他就躺在那邊發蛋 那那個雅典娜跟阿弗羅代帝 就兩個人很無聊 在閒聊的時候就聊到說 希拉以前有 那個愚弄過一個人 可是不知道他最近過怎樣 然後就跑到路上去找那個人 這兩個神也是蠻無聊的 那右邊這個阿弗羅代帝就說 欸我給你一朵花 那我指你一條路 你選我這條路以後 你就是過得平順平坎的人生 一片光明 那這個雅典娜跟這個海利克斯說 我不能給你美好的人生 我給你一把劍跟一把書 會帶給你智慧跟帶給你武力 你會過著痛苦但是充實的人生 那這個海利克斯就是 老代孔不利拉 他就選了那個雅典娜那條路 要過著痛苦的人生 這樣 這畫的是這樣的一個典故 那這一個呢 我們再請惠同學 看看看 這一個畫的是什麼典故 那是九頭蛇吧 對 他在 他在砍那個九頭蛇的時候 那他身上劈的那個獅子 叫什麼名字 三個字 三個字 莫插瓦 忘記了 叫莫念瓦 那其實你會兩個字 你選擇題應該就選得到了 對 莫念瓦 那下面有畫一隻蝎子 那這一隻應該不是那個 希拉派來的蝎子 因為希拉派來是巨蟹 那這個很小隻 應該不是那一隻 這個畫的就是半人馬 在銘河上調戲 他第三個太太的時候 那那個海力克斯在哪裡 那個海力克斯在岸邊 做了一個揮棒的動作 他揮出了什麼 用橄欖樹做成的狼牙棒 那個是海力克斯的武器 那個狼牙棒在空中飛行 應該是被擋住了 在下一秒就砸到那個半人馬的頭上 這是線型文字A 還有一個線型文字B 米洛安文明使用的是線型文字A 那麥其林文明使用的是線型文字B 看起來不太像我們今天所使用的 那個ABCD那種羅馬拼音 或是希拉字母 比較反而比較像是埃及的文字 那事實上人類學家 考古學家去研究克里特文明上的人 發現他們人是比較黑的 比較瘦小的 跟今天的西方人不一樣 那他們是屬於薩米特族的 而今天的那個歐洲人 他是屬於亞利亞民族 所以實際上在歐洲的起源 他的那個因緣關係是比較接近埃及的 那這個部分我們下一次再繼續進行 會進行到希臘的古古時期 那古古時期 我們現在台灣流行打工遊學去澳洲 那那時候希臘在古古時期經濟不太好 那打工遊學就去埃及了 那下一次跟大家講說去埃及做什麼工作 那今天上課到這裡